其中苏茂珍一人独中两员 郝海东和江峰各进一球 齐武生在赛前接受记者采访时 谈到了这支国家队队员挑选标准 和今后使命的问题 95年度的国家队一个大名单 当然根据联赛和训练的水平 和身体情况 伤病情况 我们在其中所应接的应务 所以我们就相对的有着个别调整 他们现在在俱乐部里的自我管理 和训练水平上都提高了一个相当的档次 他们对自己运动的生命的保养 他们也很珍惜 他还说 目前这批队员年龄层次 基战术水平等各方面条件都相当不错 他们将担当中国队参加明年 亚洲杯足球赛和97年 世界杯足球预选赛的重任 需要他们从思想和技术等方面 严格要求自己迎合世界足球发展的潮流 这是青岛塔头发生碰撞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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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